你们俩什么时候人生 大概一年前嘛 那你怎么看 他的前任 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 跟他说分手这事 我觉得可能 还是不够爱他吧 还是不够爱他 这事让人特别的 我只是想说 你们一年的感情 和我们四年的感情相比 这个浓度你应该是明白的 什么叫我不够爱他 你怎么知道我爱不爱他 是因为我之前放弃了之后 我现在想努力地 去挽回这一切 但是事情不过去了 就我希望你能 就是忘记过去 女孩子比较实在 挺善良 也不愿意伤害一宁 内心也说出了 自己最真实感受 我觉得男生有点装复 这有一点我那么明白 说小雷 你完全可以在生活当中 约他吃顿饭 三个人见个面 为什么要在这儿 三个人见面 其实今天说实话 我是不想来的 是我未婚妻 她鼓励我来的 因为我看过咱这个节目 如果真的不来的话 我觉得 咱们打开一个 空荡荡的 我觉得 她可能会很伤心吧 你是意思是说 你不来 你心有不忍 所以你来 但是你有这么残酷 这说不通啊 你就斩钉截铁的告诉她 我现在已经有了未婚妻了 把这几个字短信发过去 她还会过来跟你告白吗 我觉得我如果这么跟她说的话 她肯定会觉得我是 赞兵截铁的 因为她肯定会觉得是